玩拼幅吗 肯定都很厉害吧 想不想来试一试 别着急 伸出你们的小手 仔细观察 老师喊开始 我们就比一比 谁拼得又快又好 准备好了吗 开始 瞧 我们拼出的是 对了 沙滩 请同学们仔细地观察一下 沙滩上都有些什么呢 各种各样的贝壳 彩色的凉伞 还有休闲的躺椅 和救生圈 同学们 如果此时此刻 你就在这美丽的沙滩上 你最想做些什么呢 有同学说 他想光着脚丫 在沙滩上奔跑 能光着脚丫 在沙滩上奔跑 多让人羡慕呀 还有同学说 他想躺在沙滩上 来个痛快的沙滩浴 听着就很舒服呢 有个小伙伴 他想到沙滩上去捡食贝壳 真有趣 同学们 其实不管在沙滩上做什么 能自由的开心的玩耍 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第十课 请同学们读课题 请大家伸出小手 和老师一块写课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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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订阅 energía 订阅 订阅 课文究竟讲了什么内容呢? 请同学们自由地朗读课文 标出课文的自然段 宣化出生字 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开始吧 请同学们 请同学们 你们都读好了吗? 我们来交流一下 你们找出的段落 是不是十九个? 标出的生字 是不是这些呢?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实际生字 大闯关 第一关 我会读 过关奖励 三颗星 同学们 我们一块来读一读吧 大家 保 和 记 同学们,你们读得真好 请看 插,这个字是翘舌音 跟我再读一读 插 很,是前笔音 你们来试一试 读对了 是翘舌音,也是前笔音 跟我读,赞 读对了 还有细心的同学发现了 这一刻要认的字 有很多都是后笔音的字呢 你同学,你们来试一试 同学们,真棒 去掉了拼音 你们还会读吗 老师要增加一点难度 我会给你们提示方块 你们根据提示来读一读吧 谢谢观看 我们先读一试 从画面 试一试 现在是什么 同学们,你们读得真好 把字音都读准确了 恭喜你们顺利闯过第一关 把过关的奖励送给你们 还敢不敢挑战第二关 好吧,让我们马上出发 第二关,我会记,过关奖励五颗星 请同学们回忆一下 在之前的学习里,我们都用过哪些十字方法呢? 哦,加一加 减一减 还有编字迷 做动作 同学们的方法可真多 我们来看,这一组生字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能记住它们吗? 有同学说,可以利用学过的生字来帮助实际 你们听 用加一加的方法,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字 保护的宝加上土,就是城堡的宝 工人的宝加上反文旁,就是宝炸的宝 自己的宝加上原字旁,就是忘记的寄 车子加上双,就是轰炸的轰 听了这位同学的介绍 你们是不是觉得,以下子就能把宝 宝、宝、宝、宝这四个字记住脑海里了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用上第二种方法 换一换 对了,把很多的狠,双人旁,换成反犬旁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凶狠的狠 把书架的架,下边的木 换成马,就是驾驶的架 诶,有同学告诉我 盒子,他也有办法寄 什么办法? 看 原来是简易简 把给字的角丝旁去掉,就是合字了 同学们,你们利用学过的生字来帮助实际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 老师要送给你们两颗星 还想不想实际更多的生字? 来,我们一起看第二组 仔细思考一下 这一组生字 你们有没有更有趣的办法来实际它呢? 有同学说了 他最喜欢的实际方法就是编字名 瞧,他给咱们出字迷了 一日走一里 这是什么字呢? 一点一横长 点撇站中央 有屋没有门 八口人都在家 哦,我看到同学已经有高举的小手了 说说你们的答案 第一个的答案是 凉 凉 答对了吗? 第二个字迷是 伤 用编字迷的方法 我们就能快速 生动地记住 生字了 同学们看 这个叉字 这个叉字 你们用什么办法记吗? 哎,有同学说 可以用上做动作的办法 还记得在找春天一课里 我们理解 我们理解处字 当时我们用小手处了自己的小脸蛋 这个叉字呀 我们也可以用上做动作的方法来实际 请同学们 请同学们仔细看 我们来看课文 我们来看课文 课文里是插上干树枝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做一做 伸出你们的小手 假想手指尖有一根干树枝 我们把它插上 诶,这个动作是不是也是插入放进的意思呢? 做动作来实际生字 有趣吧? 很好 其实,记住生字的字形 我们也能猜出字的意思呢 不相信? 你们看 同学们 你们仔细观察这两个字 有什么发现吗? 对,每个字里都有车 猜一猜 它可能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哪一个绳子? 轰字 观察一下字形 轰的下半部是双 双表示的就是很多车 想一想 在马路上 很多车在行驶的时候 是不是会发出巨大的声响? 生活当中 你们在什么时候还听过这样的轰轰声吗? 哦,打雷的时候 还有吗? 放炮的时候 那声音一定是震耳欲容吧 记住字形 我们就能推测出字的意思 同学们 你们真了不起 有些声字啊 我们除了用一种办法来记 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呢 你们瞧 这个商字 想一想 在生活当中 你们在哪些地方 见过它吗? 对吧 你们看 商场 商场 商店 商行 是不是都有这个商字呀? 还有 还有 药子 药房 中药馆 药剂 做生活的有心人 也能帮助我们 实际生字 用上了这么多十字的好办法 同学们的知识 是不是也丰富了许多呀? 老师再奖励你们两颗心 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组绳子 我们可以用上组织的方法来实际它们 同学们 你们愿意让小老师来带老师读吗? 都愿意呀 那就请你们开始吧 凶狠 凶恶 补充 补兵 充电 充满 反驳 辩驳 赞赏 赞美 同学们 我们学了这么久的生字 相信你们也想自己来试试了吧 请同学们 根据表格的提示 按照这样的步骤 来试一试吧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时间到 同学们 你们都实际了多少个生字呢 一定用上了许多不同的十字方法吧 相信你们已经成为了十字小能手了 老师把最后一颗心送给你们 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更有信心来挑战第三关了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第三关 我会读词语 过关奖励 两颗心 请同学们 轻声的读词语 听清楚了 你们都读对了 现在和老师一块合作读一读 你们当火车头 开始吧 插上 补充 商量 空炸 火药 核力 同学们看 量 这个字在课文当中读第二声 和商成为了词语后 它念 轻声 请同学们和我读 商量 再来一遍 商量 量 还是一个多音字呢 读第二声的时候 它的主词是 打量 思量 读第四声的时候 它的主词是 力量 数量 老师和同学们合作着 读一读 我读拼音 同学们读词语 量 量 和你们合作 真的是太愉快了 恭喜你们 顺利通过第三关 过关奖励 两颗心 同学们 在朗读课文的时候呀 还有一些 长句子 该怎么读好它们呢 你们听 在沙滩上 我们累起城堡 城堡周围 筑起围墙 围墙外 再插上 干树枝 那就是我们的树 再听第二句 转眼前 我们亲手建造了城堡 成了一座魔窟 我们也成了攻打魔窟的勇士 第三句 哇呀 哇呀 我们终于挖到了城堡下面 然后合力用手往上一排 就把城堡给轰塌了 像这几位同学一样 把字音读好 读好停顿 我们也可以把长句子 美美的读出来 同学们 你们愿意试试吗 开始吧 让我们一起出发 去美丽的海滩边 看看吧 请同学们 听课文贩读 边听边思考 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是沙滩上的统乱 海边的沙滩是我们的快乐天地 在沙滩上 就这样 沙滩上飞机呢 我说 我们 跟着沙滩上的沙滩上的沙滩上的统乱 沙滩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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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达 怎么做的,事情的结果怎么样? 借助了课文的插图,仔细观察, 根据课文的提示,我们可以这样思考。 课文写了谁,在哪里,干什么的情景, 他们把什么想象成了什么, 为了救出谁,他们空塌了什么,找到了谁。 更有趣的是,我和小伙伴竟然把谁当成了什么, 玩得很开心。 同学们,你们愿意自己思考一下吗? 开始吧! 都想好了吧,你们听,有一个同学说出了他的答案。 课文写了一群孩子,在沙滩上玩美城堡游戏的情景, 他们把城堡想象成了魔窟, 为了救出公主,他们哄摊了城堡, 找到了公主。 更有趣的是,我和小伙伴竟然把妈妈当成了公主, 玩得很开心。 你们的想法,和这位同学的想法,是不是差不多? 那就请你们,把课文的主要内容, 说给爸爸妈妈,听一听吧。 都说好了吧? 我好像看到爸爸妈妈都给你们竖起了大拇指了。 同学们,课文学到这儿,你们是不是知道了? 课题当中,虽然是以沙滩上的童话为题, 实际上它并不是童话, 讲的就是在儿童的生活当中, 有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 孩子们,在沙滩上垒成堡。 玩着玩着,就开始编童话。 这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 用各种办法实际了生字, 还知道了课文的主要内容。 课后,请同学们和爸爸妈妈一块儿, 试着合作,把课文读一读吧。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下课。